好继续带您来看到 耗资1.6亿元新建的花莲县狗猫药动园区 在12月的14号落成启用 占地是0.88公顷的浪浪中途之家 最高可以收容量达到350只 期盼可以成为生命教育的据点 推广领养代替购买的宠物饲养的观念 让更多流浪的动物可以有温暖的家 位于吉安乡的花莲县 流浪动物中途之家空间不足 收容量仅有一百头 加上土地为河川行水区 保安林用地 县府立谋迁移 终于在2019年5月 在凤林镇的林荣里新建公立 动物收容所命名为狗猫药动园区 收容面积达600平 收容量也提高至350头 终于在今天启用 起 接 木 那些狗猫虐动园区落城启用 过去有关过在吉安在流浪区 有过去我也能够带旋到旧的松所参观 两边有没有给你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当然就是外观 第一个进来外观非常大非常漂亮 那再来就是我看到他们的接待区 还有里面有多了从美容室行为训练室 我觉得这很棒 因为这个是国外其实一直都有实行这样的收容方式 所以真的可以大大增进民众对于任养动物的意愿 医农委会2020年的估算 花蓮县内约有5975只的流浪犬 虽然花蓮启用新的公立收容所 但是收容空间再怎么大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流浪犬进行安置 县长也指出 狗猫药动园区里头多了宠物美容室 行为训练室 这是国外一直都有在执行的收容方式 更能够增进民众任养动物的意愿 流浪狗的处理的部分 正位也要请农委会能够对于地方政府 在我们协助浪浪以及陪伴浪浪有一个新的政策方向 或者是在我们这边有一个猫肚狗 越冬园区幸福的下一站 我想这个未来都是一个全国性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未来是一个我们推广尊重生命的地方 希望花蓮县101个小学 我们都可以来看看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猫狗越冬园区真的很新盈 而且很吸引人 更希望孩子们带着爸爸妈妈来这里领养我们的这个 那个犬猫 让我们的犬猫在这个中途之家以外 还有幸福的下一站 不过这里距离市区太远加上行资太低 县府张牧兽医一年多以来都没有人报名 目前也只能够暂时先戒掉一位 动植物防疫所收医站带 如果收治动物打满边350只 就需要4位收医师 明显人力不足 记者凌杰风铃阵采访 报道 请不吝点赞 点赞